这个是一定用货车进来的 进来载走的 你要用轿车没办法载那么多 瓜农月初在镜头前 谈到自己种的五百颗西瓜 全都被偷光光 真的欲哭无泪 警方获报后展开深入追查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 果农原本要交货给中盘商八千颗西瓜 但数量根本不够怕毁约 这才动了歪脑筋跟警方报案 其实当天是他要员工进床采收西瓜 并且再往外献事 全案依涉嫌伪造文书 诈欺窃误告等罪名移送侦办 接太多订单无法出货 起了歹念 只是另外一边却有农民室卖不出去 饱满果实挂在树上新竹县 兼实乡水蜜桃的产季到来 虽然有与农民合作 提供销售平台贩售 但疫情关系物流跟通路都受到影响 加上水蜜桃不易存放 卖上差的果农只能喂养猪或鸡 喂鸡的状况 我想是难免会有果肉被损坏的部分 当然这可能就会喂鸡 其实品质在水准以上的 我们都一定想尽办法 把它行销出去 至于台东的凤梨农也是好苦 凤梨已经进入盛产期 销量却少得下人 原本一斤收购价去年还有12元 现在只有6到7元 甚至更低 老板那个现在凤梨的状况卖得怎么样 很烂很烂 现在疫情严重 哪里有人出来 要会是很低潮的时候 花莲凤梨销量也掉了三成 县府强调会辅导农民加工 另外屏东仿山的爱文芒果 在大家疾呼之下 农会网站订单灌报 民众以为是卖光了 但其实还有不少小农的仓库 还是被芒果塞满 喊话到产季7月底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清零 TVBS新闻综合报道